顶着炎热的气候流入汗水 桃源竹尾渔港这边 聚集了百位美发产业相关人员 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捡起海边垃圾 从塑料瓶废弃渔网 到各类不可分解的垃圾等等 大家分工合作 将海岸线上的垃圾移轻理 替环境尽一份新力 也替海洋尽一份力 那我们的母公司到现在将近40年 那毕竟我们标榜的是MIT嘛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 当我们的企业体越来越完整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做回馈社会这件事情 那这几年其实全世界都在讲暖化的问题 所以其实暖化的根本其实就是减速嘛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 开始在做减速的调整 那也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跟伙伴上 在做互动上也一直在做修正 也需要让伙伴去参与有效的工艺 不要只是捐捐钱 那刚好我们的很多美法设计师 其实整天都是在店里面吹着冷气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净摊 一起来晒晒太阳 一起来做爱地球 沙龙业者林池奇表示 环保不仅是企业的责任 更是每一位员工的责任 这次带领员工们和美法师透过进摊活动 来影响员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环保习惯 进而影响他们的家庭和周围的朋友生活圈 这次我们目前总共邀请了14家法郎 总共有120位来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因为以我们公司来讲 在这个市场上已经略有一点点的影响力 我们也希望由这一次第一次的举办 然后来号召各个全省的不同的美法的沙龙 因为我们目前在全省都有不同的客户群 那目前我们这次是以总部桃园区 然后邀请桃园的伙伴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让我们相关配合的法郎 也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也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做减少塑料的部分 多使用重复性的器具跟那种叫什么工具 还有规划未来希望有做进山 然后我们在年底会针对南投的一些山区的小朋友 做一些工艺 那因为其实在这几年 就是公司也发生了一些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公司我们毕竟是台湾人 我们就去参与了那个妈祖绕境 其实绕境后你也很有感触 那我们公司很多伙伴就一起下了一个红月 我们希望在能力范围内 以公司的角度能够多做一点工艺 去帮助台湾这个地方 林池奇说 这一次的环保行动不仅限于这一次的浸滩活动 后续将会致力推动各项环保行动 包括公司内部会研发更多的海洋 有散产品 减少碳足迹 推动绿色供应链等等 致力打造对于环境有散的产品 积极参与各类供应活动 为社会和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东北飞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